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们的避风港应该就是我老船长 因为只有我告诉你答案 时间很久就证明我讲的是对的 你看台北股市 我怎么讲 我说白痴都知道 看到没有 杀啦杀啦 一直杀一直拉 这边杀还是要拉 就涨多了他一定要回嘛 白痴都懂嘛 怎么一回 大家都说怎么样 要放空啊 对不对 要崩盘了 那你汇费是交给哪一位啊 你不是 汇费交给他 他带你买的股票都摔死了 也不设停损的 你一百万大概剩下二十万了 然后呢 你看那节目突然间干什么 他说要崩盘啦 变空头老书啦 做起棋子来啦 这不是莫名其妙到几点了吗 你可以百分之百确定你是猪脑袋中的猪脑袋啊 他是怎么样耍你的啊 对不对 怎么瞬间就说台北股市要崩盘要放空啊 这要放空吗 你现在看这是要放空吗 每一次都是绝佳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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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有点谁的命 道士理论就告诉你 这个趋势就是多头不变嘛 那么次要趋势是拉回给你买的嘛 你们不是都很会技术分析吗 所以我说你如果钱交给这种货色 一样啦 他股票会骗你把你骗得倾家荡产 他做起棋子也是同样的手法来骗嘛 对不对 像今天被嘎死了电视上表演什么 开始讲别的扯东扯西啊 崩盘了没 哇讲得很严重的危险症一定被吸烂了 所以我说大震荡你指数啊 你不管是多或者是空 就用棋黄就好了嘛 棋黄多空都可以赚啊 你二百五跟着那个哇跟你讲要崩盘了 所以要做空 要不然就怎么样 永远做多棋子的神经病啊 对不对 棋子跟股票它是不一样的概念 这个要一分为二的 很多的投顾老师他没有期货分析师的证照 他只有期货营业员的证照 听得懂吗 层级是比较低的 但是为了夏天明当初我们主管机关说 只要有营业员的证照就可以带棋子会员 真的我也是搞不懂当年不知道是谁订的 是不是有很多人考不上期货分析师 就用什么方法怎样讲 讲到最后营业员就可以带期货的 像你看我们带股票一定要有股票分析师嘛 那带棋子为什么不要期货分析师呢 我就觉得我这我到现在我都不能够谅解 应该说不能理解 我算哪根冲啊 对不对 不要吵 重点来了 你交了钱 对不对 他带你做棋子又开始 为什么以前都不带呢 因为以前 棋子早就输死了 你听得懂吗 进来被扒来扒去扒去扒来 输死了就讲股票 讲股票发现比较好骗 对不对 股票现在死翘翘了 怎么办 再回老本行 反正两个都可以讲 就讲棋子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投顾老师 一下讲股票 一下讲棋子 他如果最近都讲股票 表示他棋子输死了 你听得懂吗 他股票不讲了 讲棋子 代表怎么样 他股票输死了 所以这一集很重要 你要懂哦 中华民国投顾业 只有我怎么样 告诉你们 是怎么回事哦 你看别人的节目 你永远表演看戏哦 只有我告诉你真相哦 对不对 你还不赶快 请朋友 亲朋好友 来点选我这一集 在网路上 是不是 好 那不管啊 你钱反正是交给那个 把你当猪脑袋的 你现在要去找工作 赫兰发现 哇 找不到工作 因为人家不用你 你才能够体会到 老船长的好 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 人家跟你讲什么 你讲不听的 你就差不多 你的生命就结束了 你在混吃等死而已 就像你在教小孩 小孩子才国中 才高中 哇 叛逆啊 怎样 这个不听不听 那都借口了 很多的国中生 高中生很贴心 很孝顺 表现也非常优秀 对不对 谁跟你讲国中高中 就叛逆 一定怎么样 有的时候是看家长怎么教 家长的问题 他是被同学朋友带坏的 你有沒有教 你都不管他 他到了学校去 对不对 他当然能受到同学 跟朋友的影响嘛 你要告知他嘛 要先预防嘛 很多家长都不管 我因为盲事业怎样 好了 搞到小孩子犯错 对不对 你跟他讲 他会听 他会改 这个很棒 那有一种小孩子是怎么样 不听不听不听 那个差不多就完蛋了 我讲的对不对 就误入歧途就挂了 那话说回来了 你说你的小孩子 把你气得半死 都讲不听 那请问一下 你讲的听吗 你是大人的 对不对 你讲的听吗 我跟你说 做股票不可能天天涨停板 天天在讲涨停板的 头顾老师一定是怎么样 金光档 我跟你讲过很多次了 绝对是假的 你去参加 绝对不可能那么爽 天天赚涨停板 我就讲过嘛 那郭台铭算老几啊 每一天可以赚10% 头顾老师这么厉害 郭台铭那怎么办 这个这么浅显的道理 为什么可以这么多年 一直在骗观众 就是因为观众贪撑吃 那个贪啊 所以金光档 他就是利用怎么样 老百姓的贪上钩啊 像我你跟我讲 你股票天天涨停板 我叫你去死吧 这种白痴话 你觉得我老传长会相信吗 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 我在分析金居的时候啊 大家还记得吧 我在分析金居 我在这边是不是叫你们 压房子买 天天买 倒立着买 闭着眼睛买 你们不理我 我说这边买 有大钱可以赚 我有没有讲过 有没有讲过 你们自己说嘛 你上网去点选 你看时间什么时候 是不是天天讲 没有讲啊 赔5亿8千万新台币 但是你们会相信我吗 不会啊 那老传长你也知道 我们不会相信你 为什么你还要讲 这是我的天职 我作为一个分析师 我总要先假设 观众是智商很高的 很聪明的 喜欢底部买挖到宝的股票 对不对 我才天天讲嘛 但是我也心里很明白啊 100个大概一两个相信 其他98个转台的转台 哇去追地雷鼓的 现在输死的输死啊 不是吗 那你看金居在哪里 大抵完成 我说要喷了 喷了没喷啊 到这边你以为涨不动了 接下来我就先保密 所有有金居的非会员朋友 请你注意 今天广告中间电话 你不打 不要说我没有跟你讲 你不打 我保证你将来会后悔 我挂保证 你会非常痛苦 那就有人问过 我说老船长 你这个金居 你怎么那么坚持 讲那么久 别的老师天天股票 初一十五像月亮一样都不一样 对我说那是骗人的 我不干那种下三难的事 要干人家去干了 对不对 我有一天我会不当分析师 我不是一辈子当分析师 对不对 我还有人格 是不是 他们为了赚钱 对不择手段 还有的老师 消失了 是不是 所以我跟你们讲 你要问我 知不知道一些事情 我可以告诉你 我直接跟你讲 我知道 但是我电视上 我没办法讲 可是呢 大家都认识我都知道 我这一行 我就是开大门走正路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我跟你讲 你就照做就对 我不会害你 经过了十几年 我的做分析师 你就知道 我不会害你 我带你买股票 我一定带你出股票 就算停损也会 以前我带人家停损股票 被骂了半死 你知道吗 头顾老师来叫人家停损股票 一堆人不理我 不停损 不停损后来跌了半死 讲难听一点 你跌个7% 10% 你不愿意 你非要跌个30% 40% 你高兴了 你觉得你比较聪明吗 巴菲特有没有在停损股票的 有啊 是不是 所以很多人的观念 都已经被那些金光党洗 洗的认为说 买股票就只会赚 不会赔 那他的人生就结束了 我讲会不会听 他们一定不会听的嘛 对不对 人生就结束了 因为智商很低 所以进居接下来会怎么样 你今天反正你就打电话就对 我知道一些事情我不能讲 那你没有打电话我保证你会后悔 你把我的话记在心里面 记不住你就写在脸上 不要洗脸 好 那么这一档股票也是一样的道理 它是4560的 强性KY 我跟你讲 注意听 股票没有涨的时候 大家都讲一堆理论 这不准 像以前金居没有喷的时候 哇 很多人透过这个生活圈 赖生活圈 在那边批评金居如何不好怎样 那证据我都还在讲一堆鬼话 自认为自己是分析师 我一看就什么咔啊你 掌上来都不讲都装死 问题是走过必留下痕迹 Po的文都在 你现在看起来笑死了 第一档的是绝佳买点 押房子可以买的时候 居然会被讲到一文不值 你说那些人这一辈子有机会在股票市场赚钱吗 我跟你讲 There is no door 什么意思 门都没有 不是咔 我跟你讲就不是咔 涨上来就说好 跌下去就说烂的 这种货色我在市场上看多了 通通包括头顾老师也是一样 金居在这边谁讲 我问你谁讲 这边谁会跟你讲金居有大钱可以赚 谁嘛你告诉我嘛 海鹅啊 没有人会跟你讲的啦 涨上来哇大家都有金居了 这就是金光党嘛 我跟你讲过了 接下来怎么样 广告中待会的电话 你就先播 你记在旁边老船长有跟我讲 没有打电话进来会后悔 保证后悔 你要不然你不打你就先写下来 导播 恢复家园时请穿雨鞋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堆分警觉 堆分自我保护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鸭子不呱呱 没有错就是这道光 让老船长带你乘风过浪 一路过五关斩六将 打遍天下无敌手 你还在等什么 02-2389-8689 02-2389-8689 您需要消极地等待机会 还是要积极地创造获利 取发屏幕帮您启动至上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咨询再见 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千变万化 多空趋势如何掌握 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启发头部 卓越理财团队 整合优势资源 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 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 启发头部 02-2389-8689 2389-8689 我不知道飞会员有近居的你有多少人 我只知道很多人都被洗下车 人生要成功 你走对方向还没有用 老船长这句话怎么讲 你还要坚持到底 有很多的人 这一生走对方向 但是怎么样 他中途放弃 回过头来看只有两个字 后悔 所以我觉得成功没有那么容易 讲真心话 做大事业的人 一定怎么样 要走对方向 还要坚持到底 我可以告诉各位 金居就是这样的股票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我只能暗示你 这一档强性也是一样 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边长得跟这边很像 真的耶 然后标翻 卖在这边的是不是 阿炮 你现在告诉我是不是阿炮 一样的道理 每一个阶段他都会洗盘 大盘也是一样 压回就是喷 压回就是喷 你看大盘 是不是 压回喷 压回喷 现在小小压回 你就吓得半死 马上就空头老书 新的空头老书诞生了 我讲那些都是小丑 股票做死了就出来表演棋子 要不要脸 有没有父母亲 不要老是丢父母的脸 好 我们来看到测标 你每天看到这个测标 你就流口水 对不对 齐皇今天继续赚 你一个月看我的节目 你几乎看到测标 几乎就是天天 都有这样的测标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做棋子如果可以这样子 你一年要赚多少钱 老船长是假的 那我没话讲 你到我办公室来 我对给你看 这种都可以事后对的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那个扣讯 也可以事后对 都是假的 而且他不敢全部拿出来 所以不要 不要再相信猪脑袋扣讯 很多人没有看我节目 他被骗就算了 你听得懂吗 那是不知者 他不知情嘛 没办法 看了我的节目 还在跟着猪脑袋 抠讯操作的 我跟你讲 那真的是三好加一好 那种就是属于 劝不听的个性 还有我跟你讲说 叫你不要花大钱 为了上技术班 你好不好笑 你上完技术班 我是跟你讲 继续操作 就是两个字挂掉 有没有省准 老船长真的耶 教课的时候都 头头是道 ABCD 搞嘎地 怎么都这样 我问你 你在学校 是不是告诉你说 绿灯行 红灯停 对啊 老船长 绿灯就可以走 红灯停 你在学校都这样教你 对不对 你试试看 你哪天过马路 你就绿灯都行 学校教育是失败的 他没有告诉你 绿灯行 虽然是绿灯行 很多人 绿灯行 我走就被撞死 这就是 学校学的东西是理论 实际上的生活上 不是这么回事 你听得懂吗 那你操作棋子是一样啊 我说过你到那个 重庆南路 有没有 我们台北市 重庆南路 你去很多书店 你去买那个 技术分析的书 里面写的东西 桌好像刷 写的比例来的老师 技术班还精彩一百倍 你只要花三百多块 就可以买一本 你去花了这么好几万 去为了技术班 你是不是锈斗啊 我讲还很多人 还骂我 哎呀呀老船长 没关系 去试了 试了输掉 老船长你是对的 我不稀罕你跟我讲 我终于知道你是对 我根本不稀罕这句话 因为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表示有很多家庭又破碎 我希望你现在 就怎么样 从这边跑过来 猪脑袋抠讯 看到没有 你最近一定输得很狂野 人有七情六欲 会追高杀地 你跟着那个猪脑袋抠讯的 那个吸血鬼是不是这样 常常呢 都叫你观望 因为根本没有到公司上班 盘中都在摸鱼 那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啊 看节目奇怪了 怎么天天大转 然后呢输到脱裤 头帽金星了 老船长叫我们要人工智慧啊 电脑运算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奇怪打开来一定看得到他 绝对不会 气首岗位 一定是坚守的 而且怎么样 他不用休息 盘后盘 午夜盘都可以做 然后呢 不会骗人 同手无期 结局是不是真的 当然了 胜率极高 散户救星 我们现在马上印证 我先把规则给你看 12岁到80岁 都看得懂 齐皇指标 没有改变过 红船长出现 下一根 红K 开在黄金线上做多 来 今天早上开盘 红船长 延续昨天的红船 凌晨的红船长 红船长出现 下一根要开在黄金线上 今天一开盘第一秒钟 第一秒钟哦 开在黄金线上 立刻做多 我告诉你很简单 这里就可以获利回补 不 就可以获利了结 这是多单不是空单 所以不叫获利回补 就可以获利了结 出清 从这里到这里就可以 老船长后面赚这么一大段 我不是其他的期货老师 我们不骗人的 我告诉你要常常赢 要几乎天天赢 你嫌12点少 你就怎么样 做10口 10口是120点 你听得懂我在跟你说什么吗 过去的头顾老师 电视上都是这样 到现在都一样解盘 这里买这里卖 这里多这里空 这里买这里卖 这里多这里空 他全包了 这种都是假节目 还有一直在那边分析 其子是因为外资多少口 留了什么单 鬼扯淡 外资留多单怎么样 第二天就百分之百涨了 神经病了 他第二天杀出来 你去做多就完了啦 你 那老船长应该怎么办 外资要买5万口的时候 会先打电话给你 我们要买5万口了 那OK 你先做多 所以你看我从来不去分析那种 傻瓜在做的事情 那根本没有用你知道吗 你参加是不是两个字挂掉 对耶老船长 所以我讲了嘛 我为什么要创立齐皇 我就是要颠覆这个市场 让你们知道 做棋子每一秒钟 影响他的因素有上千上万个 你必须透过电脑的运算 人工的智慧 所有的人 除非是住在火星上的人 所有的人是不可能做到的 包括我在内 你们一定要相信 做棋子一定要用 人工智慧电脑运算 所以我创立齐皇指标 你听懂了吗 那刚才我说这边做多 请问一下是我规定的吗 涨的时候就拿出来骗 叠的时候也拿出来骗 其他的人就这样干 我不这样干 这里不会改变过 从第一天到现在 没有改变过 游戏规则在这里 齐皇指标的游戏规则 从来没有改变过 因为我们设计出来的软体 参数 他照这个规则做 我们发现 胜率极高 你听懂了吗 难怪你看我测标 都是这样子 那最好赚的这一段 齐皇也是告诉你怎么样 做多 看到没有 请导播照镜 是不是 红船长出现 下一根红K 来照整张 立刻做多 这个波段你就赚到 这后面平的 你就不用做 其实这边你就可以下课了 你要赚大段的 齐皇就有办法做到 我说过 只要有震荡大的价差 齐皇的方向 都是对的 因为影响他的因子 我们全部抓到了 你到现在还没有安装齐皇 我只能说你 头塞了一样 好厉害 你不要输到最后 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齐皇怎么安装 不必 所以股票跟旗子是一样的 你们要注意 今天广告中的电话 你一定要打 那你如果很羡慕我们这样的测标 其实每一天你都 我觉得一来一往是越差越多 你越早安装好齐皇的朋友 你会发现 那个差距越来越大 有一个这么厉害 这么神准的指标 你竟然怎么样 不去用 然后你还在相信 那个吸血鬼发的 那个什么猪脑袋 扣讯 还可以预告预挂 预个头 预挂就是预先告诉你 你要挂掉了 预挂 来这一套 预挂就会成交 神经病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用这些手法来怎么样 吸引你 来吊你 让你上钩 你听得懂吗 不然来跟我讲 他多厉害 我来参加他 叫他写个契约挂保证 鬼扯淡 相信软体指标 他不会骗你 你就照着做 这是最科学的方法 你如果到今天 还不能回头 就是我节目中一开始讲的 你就是属于那种 不听不听不听 讲不听的 你跟小孩子 那些叛逆的小孩子 是一样的 那你的下场 可想而知了 我也没有办法劝你 即便老船长 每天拿出这个造假 就赔五亿八千万 这个没有造的游戏规则奖 又赔五亿八千万 新来币 哪一个分析师敢 给你看call信 发二十通 给你看两通 你觉得你是不是这个 你还在看那种节目吗 那棋子 事后解盘都对 你来讲也都对 你在看那种节目 那你是不是有这个 你不觉得很好笑 很多人每天在干一些蠢事 你知道吗 我看棋子分析好棒棒 神经病了 我懶得讲 好不好 今天就是股票打电话进来 不然我跟你挂保证 你会后悔 非会员 会员打进来三八 我们一查就知道 不要打进来战线 你不打 你保证后悔 有进去的朋友 我当然知道很多事情 我电视上不能讲 否则我一挡股票重压 讲这么久 开玩笑 我要让很多的观众也发财 这是我的目标 我希望你跟着我们一起来 你听得懂 还有要安装齐皇的朋友 明天开盘 上看老转到节目 又是这句话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的人生自己做选择 五 四 股票 棋子 一次 打进来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独立了 背网 词 向你